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就到了技巧應用 我們看看這裡 原來人也有些基本需要 我們學輔導、學同理心 從這個角度來看 人有需要吃東西、飲水、睡覺、空氣、去廁所 這些基本需要 原來在我們的心理裏面也有些基本需要 原來心理裏面人需要被人尊重 人需要被人接納 人需要被人認同 所以我們在同理心裏面 我們首先要學習如何做到這幾件事 即是被尊重、被接納、被人認同 我們來到這裡有一個我們叫做專注行為 首先說一下行為上可以做些甚麼 例如我們要留心對方說些甚麼 我們attending skills 通常是這樣的 跟別人說話 你看看別人說的嗎? 看的 如果我們要做到同理心裏面 就不要不理他 不理他便給不到同理心裏面 看著他 無論對方有沒有注意你 好 要留心一些東西 即是要說些甚麼 不要說些不應該說的東西 甚麼是不應該說的東西 就是不要有批評、有責備 這樣說就說甚麼 說回一些他在想甚麼 即是站在他的角度想想 好 去到這個我們叫做SOLAR 用SOLAR來做例子 跟一些人聊天的時候 大家也要留意 如果我們學輔導 都要留意基本的功夫 首先就是對角坐 square 即是說跟一個人 就不像你們這樣平排坐 對角坐 在練習時我們都會做的 好了 姿勢要開放一點 不要那麼緊張 放鬆一點 那便微微向前傾 少少 即是為甚麼 例如你跟人聊天的時候 你是這樣好些 還是這樣好些 是嗎 當然 即是可以了 你說吧 我聽到了 那當然不好了 是吧 而是有少少向前傾專注 眼神接觸 偶爾說過他 就不要挖著他 好了 放鬆 放鬆一點點 這就是我們一般的SOLAR的動作 是的 也要留意我們一些觀仁於微 這是重要的 在跟人接觸裡面 你要留意一個人 就算他不說話 你留意他的神態 在說話 譬如有一個人不滿 他不需要跟你說 我不滿 但你看到他的眼神 他會留到不滿的眼神 有沒有人可以示範一下 是嗎 是嗎 仇視 不滿 或者不耐煩 明白嗎 即是他不會說 我不耐煩 但他的身體動作 會告訴你 所以我們也要留意這些 觀仁於微的態度 好了 真誠 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 不要拘泥於一些角色 即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不要說 我和你 我是老師 你是學生 我講話要聽 或者我是長輩 你是晚輩 等等 對人正正常常 做回自己 這樣就可以了 這些都是在輔導裡面留意的 就是不要那麼負責 言行要一致 講一下自己的事 這也是一個 表達真誠的 要留意的事 不過這也不是最重要的事 好了 接著我們去到戲玉 那裡說 就是這個 就是一個字叫rapport rapport是甚麼 其實這是一個 輔導的專業的名詞 是一個專業的名詞 叫做 或者我們可以叫做 關係建立 好像你所說 或者我們叫做 親和力 用一個字比較親自一點 親和力 大家懂得 親密的親和平和力 兩個力 rapport 這個字 其實是一個法文的字 但現在變成了一個 輔導的專業名詞 原來是知道甚麼呢 就是知道 有一個 跟別人建立到信任感 他信你 他肯聽你 變成你在他身上所說的說話 就生效了 如果不是的時候 你是否在頭腦知識地跟他說 不是的 你要對他的心說說話 跟你心就是對他的心說說話 我們稱為 empathy 好 留意這些感受 留意核心信息 這些都是 去到我們上 基本上的教堂 我會詳細說 現在只是一個很brief 到底他說 他背後暗示了甚麼 好 我們再說這個 我們今天要學會下山的氣慾 好 那是甚麼呢 甚麼叫做 accurate empathy 今天教你這件事 半個小時就教你了 放心 一定 我教一些老人家都懂的 你們不是老人家 我一定會教你 先教你 先學生 不用擔心 好了 那甚麼叫做 accurate empathy 我們簡單地叫做AE1 好了 那原理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要有些連貫的回應 就好像打球 打網球 他打球過來 我打過去 他打球過來 我打過去 輔導的對談 和在茶餐廳聊天 有沒有不同 在輔導房裡面 其實有誰見過輔導的 有沒有人見過輔導的 那你可能會感受到 如果那個輔導員是比較企利的話 有些很不合得的 質素有些參差的 當然希望那些不是我們學生 其實基本上他要做到有同理心 那分別在哪裏 茶餐廳 我們會倒進很多步 就是溝通技巧上面 有很多位置 其實我們沒有站在那裏 再躲進去 沒有躲進去 好了 那甚麼叫做連貫回應 我打球過來 我不是眉眼亂打 而是我要有準確的位置 要我打在哪裏 譬如那個人打了球過來 如果我真的打了網球 我一打 是打到被他接到的 打在這個位置 如果我讓他接不到 我要取得分 打到那個位置 明白嗎? 他接不到的 這個是我全部有了 策略的 輔導對談都是這樣的 我不是隨意隨意跟他說 而是我有了部署 有了策略 然後怎樣做 我問這個問題 我要組織 為甚麼我要問這個問題 我會問一些學生 你問這個問題 你背後想拿到甚麼資料 你想怎樣 你想帶出甚麼目的 全部是有組織 有計劃地去問 有組織有計劃地去聽 甚麼為之聽才為之聽到 甚麼為之說 對方才明白才能說到 同理心其中就是一個這樣的目的 連觀的回應 另外還有 你是問一些資料 還是不是 還是怎樣 基本同理心就不是問題 是回應他的內心的感受 好了 包括甚麼 專注、集中等等 這些 輪到對方說 那你沒可能跟你說 現在輪到你說了 那不用說的 就是說到那個位置 你說中他 他自己會說話 我說完就輪到你了 不用的 你以為是排隊嗎 我輪到你了 不是這樣 這個就是 慢慢大家會明白 待會做完那個練習就明白了 那為甚麼會出現這個小利飛刀呢 這個也有點借鏡 大家都應該有看過 知道你甚麼年齡 對吧 還有一個陸小鳳 那個就是靈犀一子 接著 珠江 小利飛刀 你不知道我說甚麼 不知道誰是珠江 不是珠江的橋排 飛刀就接著 好了 這個就是一個叫例不虛法 我們說的 我們說的 AE1 都會像這樣 甚麼來不虛法 即是一飛就要中 要不就不飛 一飛就要中 AE1也是 要不就不飛 一飛就要中 是嗎 好了 如果用這個 李尋寬那個 一飛就飛中你 那你會聽到甚麼 哎呀 但是跟李森比中你 我們會聽到甚麼 我們不會聽到哎呀 我們會聽到甚麼 是咯 就是咯 就是這樣 我這本書裡面寫了很多這些東西 地震庫道也是這樣 OK 好了 例如 一個失戀的女生跟你傾訴 我們已經跑了這麼多 跑了五年了 一句說話 你都不說 你又走了 哎呀 你叫我日子怎麼過 為甚麼她會這麼狠心 就拋棄我 那 和你心怎麼說 我先看看 和你心怎麼說 哎呀 是這樣的 對了 好 那你就不要回答她 那我也不知道為甚麼會拋棄你 我又不是她 那我怎知道 她會拋棄你的 那我也不知道 又不是我拋棄你 喂 可能她有第三者 即是無無聊聊就說了這些 是不是 其實你不用回答她 她不是問你 她有一個問題的方式 但其實你不用回答她 是不是 就變了心 哎呀感情很難說 那你就在判斷 其實這些全部都不是憑你心 是吧 和你心是甚麼 你覺得很難受 因為五年的感情一下子 就沒有了 她一句說話都不說 就走了 是不是 那你說甚麼 是呀 是呀 那還中不中 就是中了 你明白嗎 就是這樣 那就是說 你說得出這些東西 那你就要忍著 不要說之前那些 不是我拋棄你 我怎知道 不關我的事 明白嗎 那你要忍著 那些平時的 不要來回答那些說話 你就要收回 不然你就全部都給不到 你明白我講甚麼 這個我覺得學同意心最難的 就是忍著不要說你之前說慣的那些東西 你要忍著說甚麼 有時候我也是 我真的很想丟他 有些人 但我忍著 你覺得很不開心 因為你做了這件事 是不是呢 明白嗎 那你也要很有耐性 你才能說到這句 是嗎 是嗎 待會有些具體的練習 你便會明白了 好了 其實公式就是這樣 你覺得 一開始的 一個感受 然後因為 然後它的處境 是不是呢 這個是公式來的 公式是不能變得的 你一定要跟公式說的 可以嗎 你說 那一間公式說 對呀 那不是怎麼學的 這些就是技術來的 好了 我用這本書教了 一個同意心去練習 讓大家分辨一下 甚麼為之同理心 OK 個案是這樣的 有一個剛剛在學校畢業的人 他正在找工作 他就接到一封interview的信 他這樣跟你說 唉 恐怕我這次interview 都不會成功的了 好像以前幾次 都是沒有希望的了 好了 哪一句是呢 第一句 不會的 你要有信心才行的 這樣才會成功的 這個是不是 好了 第二句 那為何你不去找 那些interview 成功的人問問他 或者你可以知道 那些竅門呢 這個是甚麼來的 提議 提議 但那個人是否需要你的提示 不是 好了 第三句 哎呀你不要這麼悲觀 才行的 你怎麼會這樣想的 這句是甚麼來的 是的 批評 但很多時候是 那些人跟你心 又批評他 又批評他 又說他 又提議他 都給不到跟你心 好了 第四句 由於你過去失敗的經驗 你擔心今次會失敗 都好像沒甚麼信心 為甚麼呢 因為口語氣不同了 對吧 但不是 其實都是 因為是比重 好了 只有一句是 好了 第五句了 對於一個剛剛畢業的人 第一次找工作 本來是比較難的 失敗了就算了 這個是不是 不是 為甚麼 這個是advise 提議 同理心是甚麼 剛才我所說的 是甚麼 由於過去失敗的經驗 你擔心今次都會失敗 好像沒甚麼信心 沒有跟公式 不過 也是同理心 行不行 這是第一句 第二句 一位結婚幾年的太太 跟你說 唉 這一年來 我幾乎每天都在 跟老公吵架 去度過 大事又吵 小事又吵 日後又吵 晚上又吵 唉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這樣 還算不算是夫妻 唉 你說 將來的日子 怎麼過 好了 第一句 天下有哪對夫妻 怎麼又不吵架 床頭吵架 床尾和 不用那麼緊張 這句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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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想安慰他 我們經常說 第二句 日吵夜吵 到底吵甚麼 這句是甚麼 八卦 諸事 第三句 你們不斷的爭吵 使得有點害怕 你擔心你們的關係 會起變化 是嗎 是嗎 我覺得似是 似是 好了 聽完第四句 那你說多些 你們關係的情況 給我聽吧 好了 第五句 是不是你結婚之後 太呆板了 生活 沒甚麼變化 不如去一次旅行 去日本浸溫泉 度假 可能會好些 提示 提示 好了 哪句是 對 第三句 你知道甚麼是同理心 我們就要講到這些 好了 第三個個案 有個年輕人 跟你這樣說 其實我已經長大了 但我爸媽媽 還當我像小孩一樣 甚麼都要問過 甚麼都要查過 唉 我知道他們關心我 但是 我真的很想自己試試 好了 哪句是呢 第一句 這些就叫做天下父母心 父母當然是愛惜自己的小孩 你要好好珍惜 這是甚麼 這是甚麼 教訓 你好好珍惜 不要到時候後悔 這些 我們經常說 好 第二句 你是否曾經做過甚麼 令他們不放心你 怪責 是否經常說 第三句 其實做父母 每個人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他們這樣才會安樂的 所以 你不需要這麼介意 等你將來帶來做父母 你就會明白的 很熟悉 誰聽過 我聽過 就是 自己都說 好了 第四句 你覺得父母過度操心 令你無法獨立嘗試 是嗎 不是 這個不是 只有一句 是的